三寶寶寺村有五十多戶 有五十多戶受這個水浸影響的 但到今天成建商和政下拳部署 都說這個是天災 拒絕作出任何的賠償 所以到今天為止 仍然在糾纏和耍耍和拖延 所以要逼政府 一來要透過傳媒報導的真相 覺得它是隱瞞這個事實 很多資料誤導所謂的專家 沒有提供出來 第二就是會透過法律的程序 我們會短期裏面做份報告 將剛才的資料再用圖片作為證據 盡快就會向法援署提出申請 告拳部署和承建商 要求為死者賠償 還有五十多戶都要作出合理的賠償 那張照片平常沒有賠償 那張照片平常沒有賠償 它自己沒有賠償 它自然賠償了 大家可以看看照片 沒有賠償 這個就是主流 一滴水都沒有賠償了 完全沒有賠償了 完全沒有賠償了 你主流沒有賠償 主流是整個沙寶仔村 下雨去水的主要的水道來的 你想想當日 就是水浸當日主流是完全沒有水的 所有的水去了這個支流 你想想支流的水要融入所有主流的水 你想想那個流水量是多驚人 所以徐務處說這個是天災 當然下雨是天意 但是你把主流這樣堵塞 把所有的水流到支流 那必然導致到短期裏面大量流水 因為村民說 過去譬如在家裡水浸 前後屋的水量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次近支流那邊的水 是去到這個人那麼高 近主流那邊只是這個膝頭那麼高 就是那個兩邊 譬如同一間屋 那間屋不是很大的 同一間屋 屋前屋後 那個水位的相差量是4呎的 這個是從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是人為還是天意 如果是天意 那個水浸水平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到 這個是政府的圖片來的 不是我們拍的 這些政府提供的圖片來的 就是看到那個主流 下雨當日是沒有流水的 眼光可不可以動 動高一點給傳媒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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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就是主流 這個是7月22號 政府拍的 那天是完全… 就是完全沒有水的 這個主流是最闊的 去水量最多的 那這裡沒有水是導致到所有的水 都去了這個支流 那支流那裡 你看到這些石都是附近衝下去的 堵塞了 那就是導致到那些水回湧 那就是居民出現 那些單位出現水浸的情況 你看到這些堵塞的情況 就是這個時候拍的 這些石… 很多這些石是因為它在剛剛上流那裡 它要做這些石… 大家看到它要做這些石坊 這些石全部是在這個… 就是河道那裡 用一些大石挖了 然後打碎 打碎之後 就用一些鐵籠這樣裝了 那所以你一挖這些石 就出現那個… 就是…沙…那個沙流…沙石 那個的受衝擊 而衝了下來 你看到這些堵塞了那些情況 那所以那個專家報告 就是港大有個專家政府 給人去做個報告 他就說在上流很高那裡流下來 那居民也都上過去上流 就是被這個專家所謂上流的 沙石衝下來那裡拍照 是完全沒有這個沖刷的痕跡 也都沒有任何那些沙石 在那個位衝下來的痕跡的 那所以那個報告 就是這個所謂的權威的報告 是幫政府做的遮醜報 很不專業 而也都是這個…隱藏這個事實 誤導這個死因庭 那所以我們現在都在找一些工程師 幫忙就回那些報告 給了這個專業意見 再拿大律師的意見 那我們希望兩個禮拜內 就完成的報告 就向這個法官提出這個申請 向這個有關方面作出這個訴訟 大家清楚的情況 一看就知道了 沒有理由是天災的 你這個人為的錯誤引致 好嗎 他講的就叫做一個的體質 他就總共給了一百萬鬆一點 承見相比的 那就不問責任 那就是向所有這個的住戶 就作出這個的分法 總共就是一百二十萬左右 一人兩萬元左右 那次因為那些村民很賓館 就直接阻礙他的工程 封散他的路口不給他入 那就是為了要開工 就被迫發了臨時的申出金 但是那個不是一個正式的賠償 如果大家想仔細看 他們村民做了一個很好的網址 在Facebook那裏就有些相片和解釋 但是要很仔細有心思慢慢看 如果要找些相片 找些資料那裏有 好 我們遊行個圈好嗎 好 怎麼走呢